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883节 新月的脸色都白了 拽着云叶的袖子希望啊他能消消火气 无舍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云叶的身后 黑黑冷笑着说 嘿嘿嘿 老夫活得够老的了 明天就随楚宫早一趟朝堂问个清楚也好 刘芳跟着走进来敲下桌子说 发火归发火 人家太子在处理自己的家福 不要闹得太僵 免得以后难以见面呢 云叶将手里的茶杯远远的扔了出去 恨恨的道 杀人的恶习改不过来 迟早会再犯 他里程前到底有多少秘密 害怕被别人知道 我明天打算好好的问问 皇帝连杀哥哥杀弟弟 收纳嫂子弟媳的事情都不隐晦 他担心个什么呀 云叶满腔的怒气 在进入满身烟火器的皇宫之后就消失了 怒火没了 心中的悲哀却怎么都忍不住 原本呢打算找李承前 独孤某以及黑痴肠之麻烦的 现在用不着了 李承前披着斗篷站在广场 一句话都不说 看样子 站在这里的时间不短了 斗篷上还有露水未干 独孤某的脸色阴沉的能拧出水来 而长孙冲一脸无所谓的 抬头看着天 地上多了百十具尸体 其中一个被掀开遮盖物的尸体 分明就是黑痴肠之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痛苦表情 死的时候似乎非常的安详 无蛇一连掀开了七八个尸体的遮盖物 在云烨的耳边耳语了两句 云烨笑了一下 拿脚扒了一下死去的黑痴肠之 对李承前说 死于一种剧毒 名字叫做剑气 李承前红着眼睛问云烨 什么叫做剑气 一种剧毒 书院新研究出来的 口签之下能拿到这种毒药的人 只有一掌之术 太子殿下就是其中一个 您看看秘笛的奏报就知道了 我也是其中一个 清却去了雍州封地 先申明 我害怕那种毒药 没敢碰 毒死路冬蛋的毒药 我都选择了另外一种 清云烨说的滑稽 长孙冲笑着说 够胆就把另两个人的名字一起说出来 毒公某转过头问云烨 你不是不管朝堂的事情了吗 怎么又来了 我来带着人家投案 密碟都被你们干掉了 我心里害怕呀 家里还有一个余孽 一起送过来 让你们砍掉 这样云家就彻底的清卖了 云烨盘着腿往地上一坐 低着头露出脖镜 随时等着被砍头 李承前暴怒起来 一脚踹在无蛇的肩膀上 怒吼道 捆住去 云烨把无蛇拉起来之后 示意他出宫 然后笑着说 您这就算是饶他一命了 说完之后呢 认真的看了李承前一眼 这才发现 这家伙的两个眼珠子 红的就像是秋千的柿子 浑身都在微微的颤抖 看样子气得不轻啊 能动用间隙的人就这么多 不是你 不是我 也不是清却 所以 你的爱将就算是白死了 还出去埋了吧 吃饱了撑的 才会在这个时候起波澜 弄得陛下 说自己的铁枪 已经灵性尽失 保不了太极殿 只弄死了黑齿长枝 我甚至都觉得是你的运气 多公某 你能好好地活着 我感到非常的奇怪 你不是专门管钱的官吗 怎么连皇宫里的事情 你也管起来了 你就不觉得 把手伸得太长了吗 李承前闷横一声不说话 独孤某很无耻地 说了一句话 把云烨和长孙冲斗笑了 我还是玄武门守将 长孙冲阴阳怪气的说道 我好像也有一个凤夷门守将的差事 云烨 你在太极宫是不是也有一个职位呀 是啊 千牛魏的大将军 怎么了 我只记得没干过活 光领凤路了 你我二人师位齐上 人家玄武门守将 可是勤勉的紧的 云烨同样用阴阳怪气的语调说话 说起皇宫里的职位 其实都是皇帝表示恩宠 给家的虚弦 玄武门有将军 凤夷门同样有将军 云烨这个千牛魏大将军 那敢指挥一下千牛魏 那就是大罪呀 够了 你们三个是不是准备气死我 然后再立太子啊 李承前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朱新的话也拿出来说了 作为臣子 该有的礼节还是要遵守的 三个人连忙攻山说不敢 李承前绕着一地的尸体 边走边说 父皇迁出皇宫 去了玉山城荣养 这座皇宫 是不是就该我说了算 云烨 你意见最大 你先说 是不是这个礼 云烨笑了一下说 这是自然的 慢慢的 整个天下 都是该你说了算 这个道理没人反驳 我只想问你一下 我大唐想要一个不流血 祥和无比的政权交替 就这么难吗 非要把四百多人绞杀掉 那些都是大唐人呢 不是话外的野人 好多人为的大唐 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出生入死的一点都不比我们差 就因为不向你低头 你就砍掉了他们 你等一等行不行啊 等到你真正的上了位 坐在万民殿 大位上 一声令下 我就不相信 他们敢不过来朝见 到时候 你将他们拆分也好 合并也罢 处落也罢 还不是随你的心意啊 如果那个时候 他们敢不遵令 你诛他们九族 都没有人有话说 你现在名不正 言不顺的 砍掉这么多人 焚掉太极公 武德殿 这所谓何来呀 太极公 武德殿确实难看 我也早就看得不顺眼了 拆掉呢 也不是大事 但是请你考虑一下 陛下和娘娘 以及清雀的感受好不好 做事情 不能做的这么霸道啊 太极公名义上 是陛下的请公 武德殿是清雀的封地 你就算是烧掉万民宫 也没有烧掉太极公 和武德殿这么恶劣啊 云叶说到这里呢 忽然停顿了一下 瞅着独孤谋说 这事 城前还干不出来 独孤谋 这不愧是出自你的手臂吧 你想试探一下陛下的反应 顺便再看看清雀 是不是有什么动静 是不是啊 好高明的离间计啊 皇家的信任和情感 被你在一夜之间 就给撕扯的七零八落的 好手段 云某佩服 佩服 当年你亲口跟我说 大唐不能再互相厮杀的话 原来是放屁啊 云叶的话一出口 独孤谋的眼睛都红了 这才是最恶劣的讽刺 站在朝堂上的人呢 最忌讳被人家用自己的话 伤耳光了 听了云叶的话 独孤谋 撸起袖子 就要准备找云叶干架 长孙冲笑吟吟的站在一边 准备看好戏 里程前插进两人中间 瞅着云叶探紧怀里的手 愤怒的问道 你怀里装的是什么 难道说你把炸弹 带进皇宫里了 没有 就是平日里的一些小粮碎 您看 我这里有一把小弩 你知道的 这把弩啊 我从来不离身 这团金丝线 是铁线舌的金编织而成的 最是坚韧 救过我好几回命 这是给旺财准备的典信 至于这几枚金币 是我的零用钱 刚才就是打算掏出弩 先把独孤谋干翻再说 里程前这才感觉到好受一点 那把弩啊 就算是见皇帝的时候 这家伙好像 都没有取出来过 在自己面前 好像更没有必要了 独孤谋在里程前身后叫消息 有本事 拿你的破弩来射老子 老子眨眨眼 就不算是好汉 长孙冲 见看不成好戏了 这才走过来笑着说 哎 殿下没把那些人都杀光 其实也就死了不到十个人 事情的起因呢 是殿下要把那些人撵出皇宫 谁知道那些人说没有陛下的旨意不出去 结果黑齿长枝就用了墙 那些人也不示弱就打了起来 哎 你也知道 哎 那些人武功高强 黑齿长枝打不过 就用了火器 这火器嘛 那东西他就没个准头 然后就出现了大火 看到起火 那些人知道惹了大祸 赶紧投降 救火 结果呢 这五月天呢 这天干地燥的 哪里扑得了 这火器引起来的大火呀 然后就火烧连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糖砖 这话是真的 那些人呢 还在地牢里面 你提出了一问便知 依我看 黑齿长枝死有余辜 在皇宫里动用火器 死了也就死了 元业 你把那些人 带回玉山城交给陛下 顺便帮着太子殿下谢罪 您最受陛下的宠爱 这点本事该有吧 独孤谋 去把黑齿长枝埋等 安抚百姓 出文告 黑齿长枝呢 就当这个世上没有这个人 我领着工部的工匠啊 抓紧时间清理废墟 一个月后啊 咱们开始盖新宫殿 这一篇赶紧翻过去吧 我这心里啊 七上八下的 万一要是再有什么变故 大唐真的就要倒霉了 殿下 您看这样的安排 可还合理啊 李承前在看看地上的黑齿长枝 挥挥手 意思就是按照长孙冲 说的去办了 现在保持平稳 才是最好的办法 谁能想到一件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事情 竟然引起皇帝 如此酷烈的抱负 李二明明已经日落西山了 虎威依然不容冒犯 地牢也就是李治以前待的地方 如今关满了焦头烂额的内室 这些内室啊 都是会武功的 好些个都是高手啊 见到云叶过来 跪倒了一大片 恳求楚国公救命 一些硬气的 还盘腿坐在牢房里 任命一般的 等着被砍头 滚起来 跟我走 一个个都是死人啊 人家让你们滚蛋 你们滚蛋就是了 竟然还敢对峙 这下子好了 太极公武德殿全毁了 啊 这就跟着我出去领罪吧 一个满脸烟灰 看不清眉目的老内侍 突然张嘴问道 到底是向谁请罪 如果是去玉山 向陛下请罪 老奴自然不敢不去 如果是向太子请罪 请楚公 现在就将老奴处死 云叶笑了起来 指着那个老内侍说道 你的脸乌其妈黑的 我也分不清你是谁 不过这句话说的 还是很有估计 留着在陛下面前说吧 能不能活命 就看陛下的了 走吧 把自己的身子弄干净了 急把脸 你们不要脸 帝国还要脸呢 让外面的人说起来 黄家在火避很好听啊 领着这些人出门的时候啊 云叶又去见了李承前 发现这家伙还是有些落寞 就敲着案子说 别不满意啊 长孙冲这一次难得出了一个好主意 现在你只要管好你的国家大事就好了 四十年都等了 再等一年半载 很难吗 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局面比我们以前设想的要好得太多了 里承前喝了一杯酒 冲着云叶说 我没想到父皇的反击会如此的酷烈 哎 你第一天认识你老子呀 他是什么人呢 千古一帝般的人物 在我看来比汉武帝强太多了 几乎可以和秦始皇比肩了 我只是女婿都被荼毒的不轻 你是当儿子的 这没死就算你命大了 没事干呢 不要去惹他 人的年纪大了 心思就变得古怪 你防着点 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好 云叶带着那些内侍 浩浩荡荡的乘坐着马车 回到了玉山城 安排好那些人的食宿之后呢 就去了行宫 拜会皇帝 李二不知道啊 从哪里弄了一把虎皮胶椅坐在了上面 一条腿踩在椅子上 像山大王多过像一个皇帝 今天喝的也不是养生汤 而是酒 还是烈酒 李二见到云叶进来 张嘴就问道 你是来替那个逆子说情的 云叶摇摇头道 微臣今日杀进皇宫 和独孤谋大战三百回合 终于替陛下将您忠实的四百多位内侍给救出来了 李二疑了一声道 没杀光 云叶坐在旁边 另外的一张兽皮椅子上笑着说 根本就是一场误会 皇宫您交给太子了 那里自然是太子说了算 可是有四百多个奴婢不听指挥 那怎么办呢 只好派黑齿长枝下重手驱逐 谁知道还打不过 听云叶这么说 李二得意的哈哈大笑 扔给云叶一瓶子酒笑道 那些内侍都是朕千挑万选出来的 放到军阵上也是一等一的汉将 黑齿长枝用千把人自然不是对手 云叶趁机说道 是啊 所以那个混蛋呢 就动用了火气 您看看外面 正是麦子灌江的晴日桶 这天干物燥的 每年这个时候 皇宫里啊 都忙着往屋顶上泼水防火呢 这个时候动用火气 那太极公和古德殿 要是能保住 那都是怪事啊 李二仿佛没听见云叶的辩解 而是饶有兴趣的问 你打不过独孤谋 你是拿什么进攻皇宫 打败城前和独孤谋的呀 云叶左右看看 见没有外人 这才笑着说 嘴 哦 朕以为你会喊上家将 召集岭南水师 征召自己的旧部 最后拉上玉山城守军 去攻打长安城 将那个逆子 以及独孤谋 前来任由朕发落呢 呵呵 现在果然人心不武 云叶咧着嘴笑道 微臣开始啊 他也是这么想的 这攻击方式都想好了 大热天 攻击长安城 封闭城门之后啊 自然是以火油弹为先锋 那先把整个城池点着 然后再用火药弹 轰击城门 不必进城 只需要守住城门 以强弩 传射封锁 不出三天 长安城 就是另外一个大王城 把人杀光之后 微臣回来 就能被陛下诸九族了 李二哈哈大笑 指着桌子上的长安城防图 对云叶说 我们君臣想到一起去了 朕也是出了长安城 才发现 长安城的城防 几乎处处都是漏洞 想要攻破 并不艰难啊 如果是朕攻打长安 首先占据龙手园 一路南下封锁洛阳 一路北上控制静河 然后以迅雷不及杨尔之势 攻克长安 擒住那个逆子 用来号令天下 然后再派出大量的使者 远交进攻 党同伐裔 这样可以迅速的平定关中 微臣不以为然 如今有了火气 破城关一如反掌 速度才是关键 破关中 首先就要平定和落 无扯 关中乃是守善这地 不对 论到复数 岳州 广州 扬州 益州 都不下于长安洛阳 攻占了关州啊 只会成为出头的船子 朕当初启示之初 就是兵进长安才 那是您那个时代 现在关中 那其实就是鸡肋 草原上物质贫乏 不足为基业 西域之地荒僻 只能当流寇 广州过于遥远 岳州 卓州 赵州 这些地方才是启示的好地方 晋阳都不如这几个地方 岳州启示 只要控制长江 长孙出来好几回 见他们君臣呢 在图谋造反 图谋的不亦乐乎 这黑着脸摇摇头啊 又回到了后宫 眼看着到了中午了 他们君臣依旧讨论的口沫横飞 最重要的就是 两个人都在喝酒 实在忍不住了 这才出言劝道 造反这种事情 实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陛下 您二位 就算是要造反 先吃了午饭 然后再图谋天下 也不迟吗 李二觉得今天的谈话畅快之极 把手里的酒瓶子随手扔掉 将宫女送来的面条 推给云烟一碗 自己端起大碗 吃得非常舒坦 这就是李二 他根本就不喜欢天下太平 他喜欢的是金戈铁马的过去 他甚至不喜欢皇位 他更喜欢把自己 放在一个造反者的位置上 艰难困苦的造反岁月 其实是他最怀念的一段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